张子怡洗澡照片曝光,终于知道国际章是怎么来的了。 张子怡在演戏方面很厉害,演技很好,是公认的国际章,之前有很多值得肯定的作品,尤其是张子怡的《最爱》。 《最爱》是一部农村戏,讲的是得病的故事,由张子怡,郭富城,蒋文立,王宝强和唐泽如共同出演。 全是大咖,可见当时这部戏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了。 当时的张子怡眼里的是一个农村妇女的形象,是一部很地道的农村戏,张子怡当时在里面也将这个角色诠释得很好,将农村妇女的气质表现得很完美。 就拿她洗澡的这个事情来说吧,在贫穷的农村,本来就很缺水,而且农村也没有那种专门的浴室,干活一天累了。 洗澡只能是用毛巾随便擦擦,张子怡就是这样去做的,而且每一个动作,表情,都很自然,也很贴切,不顾外人,就很随便地擦住身上的脏东西,撸起袖子就是擦。 可以讲,把农村的生活面貌诠释得很清楚了。 和郭富城搭档,也演得很逼真,看到张子怡用凉水擦身体,郭富城立即制止。 但是,张子怡没有听话,也没有助手,表情却非常有戏。 郭富城张子怡两人的表演很自然,很像一般的农村人,每一个表情,每一句话都很到位,令人佩服。 郭富城那时候已经是很红的人了,就算农村戏,他也拿出了很好的状态,经典就是经典。 郭富城,难怪两人现在还这么红,至少提到演戏,还是会有不少观众竖起大拇指。 电视剧的结局虽然很悲伤。 但这个戏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,确实很不错。 在农村,能有这么一段很刻骨铭心的恋爱,已经让人很有感觉了。 参考来源